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醒股無雙》比較特別 因為是今年最後一次做節目 12月31日仍然有事 但是我們下個星期來講 MIHA也要收勞 要2日才開播 所以我們《醒股無雙》的節目 1月2日改為5點至6點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是5點至6點 大家要注意的時間 好了,再說回市場 市場今天也猜不到 本來下午也想知道 它有些蠢蠢欲動 就是會劫瘡 但是現在猜不到 現在已經劫到257 我猜最少也劫到2566 但是沒有辦法看著市場 因為要做節目 所以也沒有辦法拿著數 沒有辦法,只有看字 沒有問題 不如我們今天來說 首先講一講 2018年整個市場 和2019年的展望 2018年大家看到周線圖 33484的高位跌下來 其實很清楚 首先是形成一個所謂上升通道 再下來 這支項線就是一個所謂塔形頂 塔形頂跌完穿之後 其實也有些反覆 另外第二個項線再穿之後 全無僥倖 浪低於浪 所以今年而言 出現了24500的低位 其實就是因為 它來得很急 大家看到是2月初 殺到下去 跌穿了 其實所謂跌穿頂線 已經是四、五個月左右 七個月左右 已經跌穿了 其實已經出現了熊市的一期 浪低於浪向沉底 接著很快也看到 跌穿25000的時候 熊市二期反彈 就開展了 現在這裏其實來講 都反彈了七、八個星期 但奇怪的地方 它反彈的時機 適逢所謂中美貿易 所謂劇烈了 即是越演熱烈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太多人 會相信有反彈 但它反彈 就算你是信 它分分鐘是把你插出來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到 從來沒有試過 一個星期裏面 即是連續兩個星期 開出洋竹 這些反彈期間 最厲害的都是叫做 陰陽間竹 有陰竹、洋竹、陰竹、洋竹 這樣陰陽間竹 亦都開不了連續兩個星期的陰竹 雖然是這樣 但是那個頂位 即是反彈的頂位 27260 以及那個底位 245 差不多成3000點 所以其實那個浪 捉到也不錯 雖然相對於三萬三千 四跌到245 這些這麼大的浪 反彈都是一般的 所以我就傾向看 其實那個洪二的反彈 應該是未完的 那麼最基本 就是會回到這個交叉位 這個反彈通道 和這個下降通道的交叉位 那就是2771 一條二四到七 那麼這個位置之餘 其實由於在這裏跌穿了之後 這個裂口 其實他理論上 摩天輪走勢 三萬點跌穿 跌到這個 其實有機會日後是見回三萬點 才完成整個反彈浪 但是不會那麼輕易 一口氣上 所以現在唯一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是 他上回27700的時候 會不會還有力 衝破這個下降通道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下降通道 就是波蘭撞闊之餘 其實是很難突破到的 暫時來說都見不到有接近的 所以如果你能夠接近 已經是難如可貴 那麼如果他由這個接近之後 那些人是後之後國再上車 我就很怕這個熊市三旗 很快就出現 就跌穿二萬四千五 那麼這個就是初步的看法 但是也會覺得在2019年 頭過半年會出現這些情況 如果過了半年都出現不到 跌穿二萬四千五 甚至乎二萬五都跌不穿 反而到時就會有一個高低腳效應 就會再上一層樓 就向上可能挑戰二萬九 三萬這些 尤其是這個年口位 那麼最低來說 290或者三萬點這些位 其實是有機會 這支陰竹裏面 任何一個位都會完成這個反彈 那麼整體來說 2019我自己覺得就是 先見低後見高 那麼說完這個 恆生指數的走勢 其實都可以跟大家溫一下 那個 即是所謂的過去的表現 那麼我們看看過去的表現 就由板塊開始看了 那麼最近來說 見到一些藥業股很差 我們不如由這裡的藥業股開始看 那麼其實這個 這個板塊暫時現在的數據 就是農曆新年到現在 即是我們這個節目開台的時候 就是農曆新年 那麼也都有一個意義 因為二月份也是恆指最高點 所以看它的板塊表現 也都弱略知道其實整體的市 藥業股好像最近的殺倉 殺得很厲害 今天都還跌1.7% 但是其實整個 整年來說它下跌30% 即是農曆新年到現在 即是農曆新年到現在 跌了3成 但是有些股票 有些板塊是跌多於3成 其實例如我們看到內房股 因為去槓桿打擊甚大 你看到這個內房股 都是捱3成的 問題就是說 3成是基本上差不多 是大部分 譬如說挑選一個鐵路基建 這些比較強些的 就跌16% 即是你用這個準則 普通的也跌3成 比較好些的也有16% 而最差的很可能就是 金屬資源股之類 也有3成 這個叫做相對差 為什麼呢? 曾經是說 美元是弱的 即是2016年的時候 美元跌成10% 令到金屬資源股蠢蠢欲動 也都是 在牛市第三期最後的時候 也都看到 這些金屬資源股 差不多每天都升那隻 1月2月12月 1月1月2月3年 連續3個月 現在來說 照計他們也是 中國方面的貿易戰打擊 還有經濟下行 那個需求是差了很多的時候 你看到它跌的幅都是3成左右 其實就是 比較想像之中 已經好些了 譬如我們看看一些比較實實的 賭業股 不是太受影響的 就是中美貿易 賭業股的情況 現在跌了22% 你們很清楚看到 最好的可能是十幾個%的跌幅 第二好的就是22% 接著大部分都是3成 最差的應該是封眼 因為出口 出口股 你看到 都是3成3 所以你便看到 是最首當其衝 如果說跌幅最大 最少的就是联想 其實今天是跌而已 但是農曆年到現在 升了3成4 其他來說最多 利峰跌了68% 施設環球這些跌了五成 你看到 這個所謂復甦 就算中美貿易談判完成 其實看不到有機會 全球的經濟是復甦的 只有全球經濟下行的 這幅機會是越來越大 因為美國已經是 強腦之末了 即走勢的經濟 歐洲方面 本身是有很多問題 大家都聽我節目都說過 譬如說 英國方面的脫歐 令到歐盟大受打擊 還未談好數的時候 有機會是無歉以脫一歐 無歉以脫歐 其實對兩個國家 對歐盟和英國 都是完全沒有好處 對這個經濟拖累的經濟 也是很大 意大利就叫做 預算案好了 即是肯減 但是也不去到 押手清慶的機會有 但是不是皆大歡喜 因為已經是負債佔 即是僅高於這個 即負債的佔GDP比率 已經是高於希臘 僅次於 希臘是唯一多過他 其他所有都是比較少的時候 他仍然都要堅持 而是去到2%的開支比率 所以這個看法 人們來說 因為這個 朱欄效應的想法 想著22.4% 改到2% 應該 又不用被人罰幾十億的歐元 因為罰款 歐盟是有權的 你不跟他遵守規則 但是又不敢踢他出來 最好做醜就是收貨 整體來說 整個歐洲 又處於這樣的情況 竟然仍然都要將所謂的息口 即是量寬的情況 最主要的理由 都是因為資產負債表膨脹得太厲害了 其實我昨天開課 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時候 都提過一個項目 大家都要思考一下 就是美國方面 加息和減息 是由特朗普去爭辯 即是說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更加息 甚至乎應該減息之類的事情 但是從來都沒有聽到一些聲音 是要叫他停止縮表的 所以大家想一下為甚麼 我就不開股指了 等到明年2月2日 將整件事和大家探討 其中的玄機所在 即是說現在 就算鮑威爾明年 是由本來三次的加息 改到兩次 其實仍然都沒有出聲 說何時停止縮表 雖然大家都知道 縮表的原因是由於QE 因為QE就是放寬銀根 連續三次的QE 擠了很多九萬億美元的錢 帶動了經濟復甦 但是資產負債表膨脹得太多 亦都要收了 收的都是不會無資金收 甚至乎可以說 就是因為將來有機會要減息 所以現在才加息 否則基本上就沒有空位 所以其實特朗普明不明白 我也很懷疑 為甚麼要阻礙聯儲局去加息 或者是發表一些言論去左右他的想法 雖然他們表面相亦沒有影響 但其實不多不少都會有些影響 但我們都留回這個答案 即縮表的問題 為甚麼會不停 或者沒有人叫他停 這個亦都會留回 但回到中國方面 其實展望明年來說 這個A股 我比較上比一般人看是好些的 雖然大家知道 我看A股主要的理由 都是靠兩個理由 一個就是 這個補值是便宜的 因為現在2500點那類的 今天來講 看看情況 2500點是跟10年前一樣 唯一一件事在中國沒有泡沫的 就是中國A股指數 亦都是大部分人忽略 帶來這個商機 所以就有MSCI 有富士入股 很多人就掉以輕心 因為MSCI 很早已經說入股 入來入去都是很少的 亦都沒有影響 越入就越低 但是正正是由於這樣去 才令到你們掉以輕心 好了 第一個時段 我們暫時停一停 回來再談過其他的話題 待會見